从梅州到日本 美国 英国和新加坡 一百多年前 一位来自陵南地区的青年读书人 陈方远航 以外交官的身份 出使世界 他外征国权 力保侨民 笔下五十余万字的日本国制 更是推动了晚清的悲心变法 这位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 究竟联合勇闯诸国呢 我是岭南文化的探寻者 爱公子郑幻间 我们穿越时代的风浪 去追忆一位岭南先行 黄尊县的风云岁月 梅州是客家之都 也是著名桥乡之一 这里文风存厚 黄尊县就出生于这里的 苏乡世家 他的家族五代人 共走出了一位近视 八位举人 1876年 29岁的黄尊县如愿考中举人 他却顶着家族的防对声浪 做出了惊人的决定 放弃继续考取近视 选择东渡出任清政府 派驻日本使馆参战 从客家山区 驶向日本神户码头 内心精势自用的理想 一如澎湃汹涌的海浪 他踏上开眼看世界的人生旅途 黄尊县 黄尊县它看上去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其实是一个时代的选择 1876年的时候 他考中了举人 那么按照常规的话 在过年吧 考个定视 以黄尊县的水平和能力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他是时代给了他机遇 他也牢牢地把握住机遇的 这么一个人 十多年间 黄尊县辗转担任了清政府 驻日本使馆 英国使馆参战 驻旧金山 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务 他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 黄尊县 黄尊县一直在海外担任外交官 他为我们中国整个的近代外交活动 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他个人又取得了怎样的一个成就呢 他首创护照制度 是给予了华侨从官方层面的第一次 承认华侨的国民身份 他还奏开海境 同时呢 我们看到他努力地创建 槟榔宇的副领事馆 在华侨众多的地方 也得到了来自祖国管辖范围内的一个保护 南洋是当时华人往海外谋生的重要之地 黄尊县在新加坡任职期间 看着被卖主宰致死的华民 把尽欺压磨难 辛勤劳作却食不果腹 空气中咸腥的鲜血 不容他细思 他立刻揍清清廷 废止施行长达176年的禁坎令 让侨民可以安心归国 出人意料的是 黄尊县在外交岁月中最为人纪念 称颂的并不是他的雷雷政绩 而是他在日本写下的一本书 和许多诗歌 他本来就觉得这个诗歌 就应该反映这个时代 所以他就写了日本杂志诗 日本杂志诗不仅在日本形成了风筒 所以我想1877年的这个选择 带来了他崭新的一条文学之路 也带来了他在诗歌表达内容 诗歌于时代 诗歌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 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日本国志不仅介绍了当时日本的历史和现状 还进列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采取的改革措施和成效 来信其改从西法 格雇取新 着然能知树立 这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清末 维新变法和社会改革 晚清的初始官员有一个惯例 要求初始的官员去以后即日记 因为是一种资讯 也是一个了解 即日记回来散交给政府的 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经济情报的 重要的材料 他认为中国一定会像日本一样 走那个变法的路 所以他写那个日本国志 这样的一些著作 也都是希望能够在这方面 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 1894年底回国后 黄珍县参与创办了食物报 为光绪皇帝阐述 维新变法的重要性 又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珍 推行新政 他有理由相信 奇迹可以一点点成为现实 湖南新政它是一个一揽子的改革 那么它有包括这个 对矿业的改革 对学堂的改革 那么包括还开办 在南学会 包括办报纸 那么这个食物学堂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学校的改革之一 他希望为中国制造一些维新的制式 实际上为未来的 中国的这种维新运动 拨下了一颗种子 然而50岁的黄珍县 还是迎来了时代 轴然给予的沉痛一击 白日维新失败后 他虽眠遭逃亡之苦 但只能诱于梅州东郊 人静如书在里 诸书立说 三色随秀 报复难掌 他在当地筹办起东山初级师范学堂 培养新式人才 这就是后来粤东地区著名的东山中学的前身 生于传统封建社会的黄珍县 不拘泥时代就习 主动走出国门 拥抱世界现代华拉的潮 在外交家和文学家之外 他是完清社会的思想巨子 是灵难的骄傲 是那个黑暗时代中传统历史 思想之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